今天是20201月6號早上8點50分 那我們來看這是先鋒符 先鋒符有兩個新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我們看第一個這麼大的圖 是這個阿爾納的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雪域尋中 這個音樂很熟悉 這個音樂一聽就是那個什麼 當時那個光盾跟那個光法的海洋皮膚的音樂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點查看吧 完成全部任務獲得英雄東猴女士阿爾納 那這樣太好了 我覺得這官方設計的還不錯 因為之前那個秘寶俠灣有沒有 我們來看 秘寶俠灣的那個第二關要用東猴女士 那其實這個 當時看到的時候覺得說完蛋了 因為那個東猴女士這個大家都沒有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秘寶俠灣 秘寶俠灣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排行榜吧 這個第一週的這個1到10關我已經過關了 30關 那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 下一個禮拜 11到20關的第12關 需要阿爾納跟春菇 那阿爾納的話並沒有送 所以說那時候看到覺得說 哇我要這個麻煩了 因為你要金色你才能夠借傭傭兵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官方 他在這個時候 他就已經有 他放入阿爾納 他就是預先已經有把這個 要送一隻阿爾納的活動放進來了 好 那這個活動的話我覺得 如果說玩得久的話 應該大家很熟悉嘛 他就是這個 這個有15格 然後你每一格解完任務之後呢 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我們先來一一看看 到底有什麼任務 那除了這個送15格解完之後 送一隻阿爾納之外呢 他這個九宮格呢 也可以獲得一些這個 算是小的寶箱吧 我們來看一下小的寶箱喔 完成任務123可以獲得以下獎項 呃什麼東西勒 這個 好 什麼都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箱子是什麼 喔不錯喔 這箱子就是紅磚物喔 欸是不是都是一樣勒 看一下 好都是一樣齁 就是呃這些東西的自選箱 那 應該大部分來講都是選擇家具壁 星塵或者是紅磚物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這15個任務是什麼 應該是不會太難解啊 好 第一個 呃在單場戰鬥中使用 使用兩個級以上的輔助 喔 輔助角色 羅萬跟女僕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活動期間內收集兩名滿血菁英英雄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合成也算喔 應該是合成也算 也就是說你把這個藍肥料合成紫色的菁英英雄也算齁 上次的那個紀錄也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贈送友情點100點 喔 我我我剛剛上線好像好像已經已經贈送了 呃獲得奇境太賢全部獎勵一次 好 那今天也伴隨著這個新的這個什麼 呃 呃 新的那個奇境太賢開啟嘛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可以玩一下喔 然後 這個 呃 在單場戰鬥中使用兩個或是法師 這一定可以啦 因為這個活動時間也有兩個禮拜 好 收集兩名亡靈 精英雄 這也沒什麼問題啊 好 這個肥料都算喔 擊敗迷宮首領15次 迷宮首領15次 迷宮首領15次 迷宮首領一共有3個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五 呃 五天的那個 不是五天啦 五次的異界迷宮都要完整的打完 五次的話就是 兩天一次就是十天嘛 好 然後這個使用兩個以上的戰士 在單場戰鬥 所以說我們在單場戰鬥的時候就稍微記一下齁 這個 呃 邊推的時候然後邊上兩個一樣的職業齁 然後 快速掛機這一定可以解 欸 兩個以上坦克 喔 兩個以上坦克 戴蒙吧 戴蒙跟古王齁 然後 工會狩獵 這個一定可以解 兩個以上遊俠 好反正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說 在推圖啊 推異界迷宮王座之塔的時候 盡量就是上兩個 呃 就是兩個兩個樣子 譬如說這場戰鬥上兩個遊俠 兩個輔助 兩個坦克兩個戰士 然後這樣可以順便一次解兩個任務喔 兩名綠翼 完成團隊 團隊懸賞藍12個 喔 欸 這個好像 一天有兩個嘛 對不對 那還好 這些應該都不難吧 好 然後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藍肥料可以生啊 小號目前有五千 五千鑽 哇 全部都用光光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次新的這個 呃 欸 齊軍探險我們等一下我們先看這個 手處理包耶 哇 溫格 格溫尼斯喔 喔是光光耶 欸 原先是送女騎士 然後跟送一個那個什麼 呃 這個 那個什麼女騎士專有的裝備 然後 也已經忘記了那個裝備 應該是什麼指甲之類的吧 然後現在是送這個什麼 手充任意金子 然後會贈大獎 欸 就是送你一隻光光齁 好 所以說這個 耀光還是這個 呃 官方推薦的這個 新手的這個陣營喔 送的是光光喔 然後這個 新玩家上去七天還是送光法吧 對不對 好 所以說這個 呃 官方認證齁 這個適合新手的角色是 是光光 好 那基本上送光光也沒什麼問題啊 光光這個不管怎麼樣 你 再怎麼樣都要練一隻啊 這個 這個攻擊隊嘛 好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應該是 這一次修改的這個 手除禮包喔 那手除禮包 如果說你是已經 除職過的呢 他還是會出現齁 因為這個在那個 這一次的那個 改版上面有提到 所以說呢 這個你只要 呃 這個 這個新的手除禮包更新之後呢 你只要隨便再 除一個東西 就算 你已經是VIP 15了齁 你還是可以獲得這個手除禮包 不過 欸 我的光光也已經五星了啦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新的這個奇跡探險 欸 這一個 沙埋峽谷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 現在寶箱都不多 但是寶箱少也代表說這個 欸 每一個的 的那個價值會高一些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 欸 高一些 好 小寶箱真的是小寶箱喔 欸 欸還真的很小欸 好 10個 金磚武 10個銀磚武 然後5個紅磚武 那大寶箱咧 欸 欸 這一次真的比較小喔 10抽齁 10個這個占星抽 跟那個10種族抽齁 好 慢性我們就來看看吧 後勤軍需關 好 報告長剛剛 已經準備要出發了 還能在禍根將軍 開拔錢向他討 討杯 黑麥9顆 喔 又是鬼道 鬼道任務 鬼道中有兩種不同的顏色 只有引導 只有引導礦車經過 所有某一顏色的檢查點 才能令相對 相應顏色的安全門開啟 兩輛礦車均抵達 對應的站台才能夠進行下一階段的這個操作 好 我記得上次好像只有一台吧 這次要一次 一次處理兩台喔 喔 地圖真的不大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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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還真的 有點複雜齁 所以說要兩台車都 都到達這個 這個位置才行 是不是 那 欸我們在哪邊 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 好那我們就來推推看吧 欸 這個陣容是那個 羅克雷蒂亞四殺的陣容 嗯 那就用這個什麼 埃隆隊比較快吧 然後 這個 增加一點續航力的話 隨便放個鳳凰上來 呃 這樣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欸 欸 雙子掛掉了 雙子掛掉沒有關係喔 好 然後增加命中率爆擊率 欸 一開始就是紫色的這個遺物喔 好 我們就直接先開車試試看吧 嘟嘟嘟嘟嘟嘟 欸 這樣子 他 他 他踩到了那個 他踩到了這個 然後 所以說這個門就開了 好 那我們 我們在藍色 藍色可以走了 喔 藍色已經到了 然後呢 呃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紅色叫回來嘛對不對 這邊有個重置 齁 所以說不用擔心說 這個礦稱如果說 呃 這個走錯路卡死 是不是要重來 他這邊有重置喔 所以就走兩次嘛對不對 好 第一月台走過來了齁 因為他這個可以重置 所以說 就是 欸 對應的地方齁 就是一開始紅色 踩了這個按鈕 然後把這個藍色的那個 路線的那個門打開 然後再換成這個 欸 紅色 怎麼講 藍色繼續往前走 把這個紅色的門打開喔 好 然後我們就繼續吧 現在第一月台齁 第一個任務解決了 然後現在準備去第二月台 欸 這個 好 應援戰旗 好 再來 好 藍色按鈕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走吧 因為中間有一個這個 算是機關吧 欸 這個藍色踩了 踩了有反應嗎 好像 好像沒有反應耶 那我們先把這個藍色的推吧 好 推了齁 欸 推了之後 喔 這邊沒有影響 是不是 好 那麼我們再重置 再發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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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好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換紅色 紅色這邊有一個凸起來的 那我們就點這個黃色 下來了 還不夠 這邊還有一個凸起來的 再點一下 好 換紅色的 出發 現在變成藍色 欸 怎麼會這樣子 欸 他怎麼會 欸 他這樣子怎麼會 欸 他不會左轉喔 那我如果放 我如果打開藍色咧 這樣會變什麼樣子 看一下喔 重置 發車 欸 這樣子也不對啊 這樣很搞笑 還是 欸 可是相對於的顏色 藍色應該是走這個礦坑沒有錯啊 可是紅色 紅色在這個地方怎麼辦 呵呵 等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欸 這個 黃色 藍色 啊如果說是這個樣子咧 好 重置 對啊 他會卡在這個地方欸 那如果說是藍色咧 難道是他卡在這個地方 藍色先去踩紅色的按鈕啊 是這個樣子嗎 是這個樣子嗎 欸 這樣子嗎 隨便點一點 這樣子 黃色再下來 這樣子嗎 欸 藍色在這邊 衝啊 這樣子 上次 上次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某一台車要賭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才會轉彎喔 還是賭 賭住的這台車應該要是紅色 欸應該要是藍色才對 因為 因為是要紅色走到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弄反啦 然後衝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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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全部重置齁 我應該讓藍色卡在那個地方才對 所以我應該先讓這個藍色 這個起來 黃色下去 應該是這個樣子 讓藍色去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先讓藍色去發車 但是我剛剛讓藍色走過來也應該對啦 因為這個要先讓左邊的門打開嘛 然後藍色不要動齁 讓藍色卡在這個地方 讓藍色卡在這個地方之後呢 把黃色放開 這樣子 好 紅色這樣子就會因為藍色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轉彎了 好了 這樣子 藍色就解決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藍色路上這兩個路障 都放下來 放下來 好 然後我們再重置藍色 所以第二個月台的重點就是 先讓藍色 先讓藍色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讓紅色走過來的時候 因為藍色的側卡在這個地方 他就會左轉 不然那個紅色的側不會左轉 然後這一個任務的解法 其實在上一次的那個 這個礦車的活動 也有用到這樣子的一個解法 好 然後現在到了準備要去這個第三樂團 誒誒誒 他剛剛說什麼東西啊 哇 什麼礦石啊 這什麼東西 誒他剛剛日誌寫什麼 哇 好剛剛忘記看劇情 他剛剛說什麼礦石有什麼什麼魔力的 好忘記 好這邊有一個小怪喔 打一下 單色 喔真的蠻討厭單色的 除了換位之後死掉還會亂打 好 就選擇 大概只有這個東西比較適合我了吧 好 這些都小小獎喔 好那第三月台應該怎麼解決呢 嗯 想想看喔 這邊有一台礦車喔 藍色的控制器在哪邊 這是藍色的吧 是這個嗎 月亮 對阿 第三月台應該不用再控制這邊的機關 應該是第三月台應該是這邊的機關了吧 紫色搖桿 好 那如果說藍色發車的話會被這個堵住 那我們先把它移下來 先試試看吧 藍色出發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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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藍色它才會轉過來 然後踩到這個按鈕對不對 好 所以說這個藍色路線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回去找找看怎麼讓這個紅色車子卡在那個地方 讓那個藍色車子可以轉彎喔 這個好 後排受傷下降這個50% 那這個樣子的話 現在是藍色堵在這個地方 想一想 那我們就看紅色吧 那我們就處理紅色吧 先動這一個 因為紅色的這個一開始路線卡住了 紅色會這樣子下來 走過來 喔 我知道了 OK 好 就這樣子 先把藍色重置 所以這一關應該先動紅色才對 這個樣子嘛 這車子堵在這個地方 堵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紅色它就會往右走 所以這樣應該是沒有錯啦 好 然後我們先讓紅色出發 應該是沒錯 好 讓紅色卡在這個地方不要動 不要動不要動 然後接下來是藍色出發 藍色出發 好 踩兩個點了 OK 那它走到死路沒關係 因為我們先讓這個門打開 那我們再 紅色的話 紅色的話 它必須要踩兩個按鈕 它要踩兩個按鈕的話 它必須要走這邊 它走到這個地方來 踩到第一個按鈕 然後呢 然後呢 它走到這邊的話 變得是 變得是藍色要卡在這個地方 變得是藍色要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紅色會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地方堵起來 然後紅色再往下走 這樣它就會踩到兩個紅色的按鈕 一路往下 這樣子 所以說呢 現在要換藍色卡在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再重置藍色吧 好 路線多了一點 但是其實 解法的邏輯沒有變齁 然後另外現在是9點05分 等我一下 偷偷看一下這個股票 哇 台積積 台積積 哇 有積積 人生不積積 好 OK 那我們就繼續走藍色吧 看一下齁 藍色這樣走過來 它會卡在這個地方 好 沒有錯 OK 藍色側側出發 好 這次應該是不用重錄了啦 因為大概概念的話應該沒有錯 然後我們再等一下重置紅色 然後動一下這個 好 藍色的下去 然後我們重置一下紅色的 好 重置紅色的 我們確認一下齁 它會這樣子走下來 然後被這個藍色車堵住 然後往這邊走 又被這個礦車堵住 然後繼續往下走 好 沒有錯 然後我們再繼續 發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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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欸 解決了 好 沒有錯 然後呢 藍色的話呢 它 它要怎麼往這邊走呢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藍色的車子 呃 我們先把藍色路線的那個 紫色的這個方塊也放下來 好 它會這樣子走 然後我們要把格子打在這個地方 繼續往下走 繼續往下走 欸不大對喔 看看喔 不行不行 他 他要 欸 藍色要怎麼走啊 藍色已經不用管那個藍色格子了 他就是直接走 藍色應該是直接 不對不對 藍色應該堵這邊 藍色應該是走過來 然後直接走這條紅色按鈕的路線就好了 然後再把紫色的這個方塊放下來 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重置 好 走走看吧 走出來沒關係喔 反正他可以重置嘛 欸 過乖了 欸 禍根將軍 好了 莫韋斯 哇 這個最近有一些矮人的那個劇情喔 阿爾娜的劇情也是有那個矮人 所以說不定有那個新的那個什麼 矮人大將軍喔 耀光帝國的新的矮人大將軍要出來了 這個火槍手只是 只是一個矮人的這個死屍英雄而已 好 開場加速不錯喔 有那個萊卡的效果 這個只是加速並沒有萊卡 裝武20的這個物理攻擊的效果 但是有加速還是好啦 有加速也會影響這個埃龍吸人的那個順序喔 好 然後 好吧 這個已經沒有強的敵人喔 這一關 這一個這個 奇境探險比較重在這個解謎啦 好 0獎 蹦 10抽 再0獎 蹦 OK 好 那張任務就結束了 任務結束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活動 應該就已經解了一個 解了一個這個吧 有沒有 奇境探險全部探險一次 啊 糟糕 我剛剛在打奇境探險的時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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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我在打奇境探險的時候 我應該要上兩個一樣的職業 不過他這個 僅限這個異界迷宮 主線推圖跟這個王座之塔 那正好齁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任務怎麼解會比較好 譬如說呢 其實我的小號很久 很久沒有推王座之塔 所以我們來隨便推一層吧 因為小號其實很久沒推了 譬如說王座之塔這一關的話 應該是適合使用綠翼吧 看起來啦 那我們這樣子齁 有索羅斯是戰士嗎 好 兩個遊俠了齁 埃隆跟這個萊卡 那一場戰鬥最多只是上兩個兩個一樣的職業 那我如果是這邊上一個輔助的話 再加羅萬 這樣就是兩個遊俠兩個輔助嘛 對不對 輔助是羅萬跟蝴蝶 遊俠是埃隆跟這個老鷹 埃隆跟這個萊卡 哇 哇不會過不去吧 糟糕 看一下有沒有穿裝啊 應該是有穿裝吧 應該是有啦 來看一下齁 還是吸前面呢 好稍等一下喔 久久沒有推囉 我很久沒有推了 應該這一關不會太困難吧 哇 哇打不贏欸 嗯 打不贏欸 試試看 好 行了吧 行了吧 好 直接掩飾一下 哇 糟糕糟糕 果王反傷打不贏 好 再試一次 果王反傷把我的那個 把我的那個索羅斯幹掉 就麻煩了 好 好解決了齁 這是王座之塔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活動任務 這個 雪域巡蹤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齁 有 這邊有 這邊有解了一個喔 因為我剛剛是使用兩個輔助嘛 螺旺跟蝴蝶齁 所以說這樣就1 1.20 所以我還要再 再用這樣子的陣容打19次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兩個遊俠在哪邊 兩個遊俠 兩個遊俠 在這個地方齁 這樣子也解一次 然後公會狩獵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掃蕩掃蕩 好 那個任務都解 所以這幾天每天都要上線 尤其是 兩天一次的異界迷宮 我錯過就沒了 好 那另外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抽到這個什麼 種族抽嗎 這個不是喔 只是多了一個空位 種族抽今天是什麼 我是比較欠亡靈跟這個蠻血啦 亡靈可以抽一下 有精英雄嗎 有喔有喔有一隻喔 希拉斯 希拉斯 我們來看一下合成喔 因為我剛剛獲得了一隻精英亡靈英雄 也算解了一個這個 要在活動時間內獲得兩隻精英英雄的這個任務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藍肥料 有喔藍肥料 這邊合成綠色的 我們先看一下活動 這個地方 雪域行蹤 我剛剛獲得了一隻希拉斯對不對 亡靈英雄1.2 然後我們注意看綠翼喔 綠翼在什麼地方呢 好綠翼在 好這個地方齁 現在我要收任務14 我要收集兩名綠翼英雄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這邊齁 這個大聖堂合成一下 合成藍色的這個 說錯了紫色的這個肥料 好 合成了這個遊俠 他應該叫伊拉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活動喔 活動14 算喔有沒有解了一個任務齁 所以說這個獲得這個英雄任務一定可以解決啦 因為這個就算你沒有抽到精英角色 你用這個什麼藍肥料合一合啊 他也是可以解的 好所以說這個就是新的奇境探險 然後還有新的手處禮包 跟這個送你一隻喔 這個雪域行蹤 所以他這個時間搭配的不錯喔 因為那個其實兩個禮拜後活動結束嘛 那正好下一周也是這個 秘寶小王開啟第11到20關 然後第12關就會用到這個阿爾納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任務的最後面呢 影片的最後面呢 我們就打一場這個無盡之一吧 輸貨是贏 解完任務就可以交差了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先鋒服找人找比較慢喔 好我們來打一場打一場 然後就可以算是今天這個先鋒服的 先鋒服的每日初略就可以做完了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正鋒服也是這個樣子 那喜歡玩的話就是 可以花時間玩 因為這個遊戲畢竟還是花時間多的人比較 欸這怎樣 因為我使用那個加速啦 所以這個時間點會有些怪 好我方拿牌齁 這個要拿什麼呢 希拉斯弱傷 好像也不用急著先拿吧 但是也很難講喔 女僕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女僕 女僕再怎麼講呢 因為現在有些角色都有弱化嘛 然後有些招式都 都稍微有些弱化角色 所以說這個基本能力強的英雄應該還是滿適合的 所以我覺得女僕滿適合的 所以先選擇 也許後面又會出現女僕 那我就有一隻強力的女僕 那在戰鬥的時候有一個強力的女僕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滿好用的 對方是選大樹哥喔 有一個烏龜跟一個大樹 所以是要玩這個綠玉隊嗎 那接下來選誰啊 既然你選這個的話 那我選法師好了好不好 這個是 就是他提示我說選小羊的話 這樣我就有三個輔助了 那我選這個薩菲亞好了 薩菲亞克制兩個胖胖 狩獵陷阱 哇6分喔 狩獵陷阱不錯耶 太好了 希望他不要選我的洛桑喔 這樣子我的洛桑就有一個8分了 有沒有 我現在洛桑是7分嘛對不對 啊 聰明喔 他選綠翼了 糟糕了糟糕了 那我要選誰 振奮浩角 光盾嗎 不然我沒有光盾喔 算了我選一個小羊好了齁 那我就選小羊吧 我現在沒有盾耶 我是不是應該選擇盾 哇他選擇女騎士 那我是不是應該搶先把女騎士選走啊 哇這樣子有點猶豫耶 我如果不選女騎士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9分的女騎士 那這樣子蠻猛的耶 好吧那我選女騎士好了 其實我也有點想要選擇振奮浩角耶 怎麼辦呢 他應該會選擇光盾吧 這樣他就有兩個坦克了耶 6分的坦克 不然他就是選擇振奮浩角 6分的振奮浩角也是不錯耶 幾方英雄造成傷害上升7% 我下一隻的話應該是選擇萊卡吧 德雷斯喔 德雷斯應該也是可以 但是我選擇萊卡吧 萊卡的開場加速應該算是蠻有優勢的喔 好我啟動了這個綠翼 幾方綠翼英雄 他選擇什麼 德雷斯也是快攻擊的 德雷斯好像也是蠻適合的耶 弱化滿血跟綠翼 蠻適合的耶 弱化滿血跟綠翼 好我選擇這一個 其實法師也有點想選喔 可是我選擇這個的話 糟糕烏龜喔 糟糕了 他拿到這個烏龜就有8分的烏龜耶 哇8分的烏龜 哇8分的烏龜 哇這兩個卡沒有辦法拿了 哇我覺得我這一次要輸了 夢中的綠葉 然後魯米蘇喔 4個弱化敵方前排 統一陣營獲得強化 我好像拿到的都是一些輔助的角色耶 同一陣營獲得強化 我好像會上比較分散的陣營喔 弱化敵方前排 好吧魯米蘇吧 光盾 跟 我還可以再拿一次喔 那希望 那我要拿誰啊 弱化敵方前排 就弱化兩隻角色嘛 他弱化我的前排 這要至少4名同陣營的英雄喔 欸 萊卡跟光盾 那我上一個萊卡好了 7分的萊卡 可是7分的萊卡有什麼用啊 這什麼 骨弓喔 他有個7分的骨弓喔 哇這個好吧 那我們試試看吧 說著說著這樣子用5分鐘了 好那我們就上一個萊卡吧 萊卡擺中間 好像他也沒有什麼拉人的角色嘛 這樣子喔 呃 我是上綠翼跟 綠翼跟輔助喔 有這個加成喔 兩個 每名 要每名上陣的輔助英雄 第8秒的時候 那要上誰啊 洛商連攻擊 女騎士戰前排 女仆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3加2的光環齁 這個純粹就是看分數了 呃 洛商4分 洛商喔 我覺得洛商比較好 可是3分的女仆 還是上 還是上6分的角色比較好啊 3分 洛商 想一想 時間也已經到了 好 試試看吧 欸我沒有按確認是不是 啊我剛剛是沒有按確認 欸我剛剛 算算算有點忘記 我剛剛是沒有按確認嗎 欸7分的 7分的萊卡行不行 呃 骨弓 哇 德雷斯 啊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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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德雷斯蠻強的耶 用了幾次覺得德雷斯蠻強的 好輸了齁 但是沒關係齁 這個這個解完任務了 好那影片就大概是到這邊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這個正式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正式服 呃 正式服有開啟什麼新的活動呢 1月6號了 好 1月6號了 呃這個冰雪嘉年華還沒活動還沒結束 那我們看一下活動 呃 雙重夢境 呃試煉活動 呃OK 新的祕寶夾完出來了齁 那手除啊那些活動還沒出來 那所以說應該是再過 再過兩天吧 奇境探險 呃也沒有喔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集見 掰掰